你 师父 您总算是醒了 我 我 我以为我见不着你们呢 我们 没我们了 六叔死了 大小姐死了 广头叔和老师父 都不在了 半天雷了 凡是肉不凡胎 就剩下咱们爷俩了 凯撒没了 有咱俩 凯撒就死不了 您说得对 师父 我听你的意思啊 那立岸战户上的四十亿美金 还在你手上吗 那是凯撒几十年的积累 可惜 可惜 六叔不在了 生死有命 这就是六叔的命吧 现在就剩咱俩活着了 只有我们俩 能重振开萨 你 你 什么意思 你把密码给我 我带您到美国 找最好的医院 给您治病 以后 再给您养老 送中 你可行吧 你太放开我了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不是老板 密码有四组 没组八位 我只是替六叔记了一组八位 哥 我查到了 搞定了 对 你看一眼 陈丝洞 对 谭老三的妹夫 在干度啊 想搞死干天雷的 就是他俩 我专门到滇水打听了一下 谭博说了 谁要是能搞死干天雷 谁就是将来坦家的华氏人 果然是他俩 我明白了 他这个任务 说话聪不露地 说的话都是真家参版 但是如果是真的 莫忘了你手里话 一口痛吗 一口丁 我们谭华 永远说话算话 告诉我 怎么才能找到这几次 找到他 有点麻烦哦 我们平时都在工作室 或者在外头街 打电话约他 现在就他 都是他主动约的 我 地方他顶 四处翻唱 我把他弃行 你给他重心根根 他不会怀疑你的 打电话 看什么 我这嘴啊 开了光了 说曹操 曹操到 喂 老板 五六大厦那条街 新开了一个小罐 新鲜的小龙霞哦 有大有新鲜 都是空云过来嘞 晚上九点满 我一块儿去乘个鲜啊 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好好好 我等等你 好好好 怎么 怎么说 上秃子 请我吃小龙虾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小龙虾不 不不对啊哥 他明明知道你 你爱吃大腰子 还是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 有诈呀 哥 我告诉你啊 平时请客 都是我店的地方 今天他自己做主了 这事出反常 必有妖啊 必有妖 小龙虾 不会是暗号吧 你啥子 易松 那我们不是隔人坑隔人吗 他啊 他这个人对实实很讲究 这个小龙虾 他已经念当好多次了 真的 他 你要怎么说话 就没得意思了 我们现在 都是在一条破船上头 哪个都不想翻船 这 合作愉快 没事 哥 我提前骆卫 看看他们搞个什么花样 对了 那个运后感觉甭写了 你不是看完了吗 你给我谈谈 催着要稿子呢 谈他呀 我试试啊 我让你谈一想 你嘴 启发 启发我 好 我试试 我 我就觉得 就是男主任公 那条线啊 就尤其是后半段 后半段那条线 还得再改一下 因为我 我觉得是怎么的呢 就是说 他现在还没有被逼到 那个份上 强行地让他改变行动的 有点 就是说不太符合 人物的逻辑啊 就是说会影响人物的 就是说就是这个 魅力 我懂我懂我懂 也就是他的行为 跟人物性格不太吻合 其实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 就是接着说 这样的话 反而就是说 还会影响故事的真实性 我就是觉得 就是 咔咔咔 就是再给顶一下子 就是临门一脚 再给个球 明白明白明白 太好了 你想啊 哥 他身边有那么多 能牵动男主任公情感的 那么些个警察做配角呢 咱们得物尽其用 不能浪费了那些个人物 不接地气 对 你让我说完 哥 还有就是人物出走之后的这个身份问题 因为这个牵扯到整个剧情的这个走向 戏剧构筑情景构筑的这个很很很很关键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说 你记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所以这些个哥你好好地考考考考考考考 再重复了 您吧 您吧 听君席话 圣证图十年书 因为现在吧 怎么说呢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人物设定的 我要是作为观众来看的 就是说 就现在就是 哎呀 就飘 识别三日 刮目相看的 这不是都是 隔交了好吗 说的还行 那那当然了 非常